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 上山大老虎 演播 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38章 为所欲为 方济帆看着一旁的高墙 还有那高墙中郁郁葱葱的树 以及那树木相应城区的亭台楼械 自然晓得东宫已到了 而在他跟前这一排对他行礼的 定是雨林卫校尉 专门在此静候他这个总器官的 你们好啊 方济帆朝他们笑着算打了招呼 我还有事啊 下次有空 总器大人 方济帆正当要开溜呢 一个校尉却站了出来 殿下方才吩咐过 若是大人来了 请大人去见一见 所以 是啊 刘贤在旁笑呵呵地说 陛下也有吩咐 公子今儿非得乖乖在此当差不可 否则奴婢少不得要奉旨行事 将公子绑着进展示府里了 方济帆身心一口气 看来真是没出逃了 他反而一笑 方才是戏眼而已 走走走 当差去 一路由刘贤领着 进了东宫 夹道着乃是郁郁葱葱的章目 无数听台楼械若隐若现 迎面便见一会儿宦官 簇拥着一个少年 急步过来 这人不是诸侯赵是谁啊 诸侯赵正嚣张大叫着 方济帆来了 在哪呢 眼睛微微一瞄 便看到刘贤领着方济帆来了 诸侯赵的脸已经拉了下来 脸抽了抽 他的脖子还有一道边痕 没消去欲轻 一看到方济帆 顿时便感觉边痕的位置 活辣辣地疼 他急步前行 到了方济帆面前 而后死死瞪着方济帆 方济帆毫不犹豫 立即坐一行礼 卑驾方济帆 见过太子殿下 诸侯赵顿时呲牙 恶狠狠地打量着方济帆这个家伙 昨天夜里 他疼得半宿都没睡着 也早就想好了 不将这个方济帆碎尸万段 他这个钟子就倒过来些 诸侯赵说 方济帆 你还记得本宫吗 这声音就宛如来自地狱 格外的幽深啊 刘前并没有着急回宫中去搅旨 而是助力在旁 预备着乔热闹 方济帆说 殿下气宇宣昂 卑下化成灰烟人士 不止如此 卑下对殿下 可谓是闻名已久 一直心向往之啊 诸侯赵 即是早就准备好了刀斧手 只等一声令下 身后的太监和护卫们 便冲上去 先揍方济帆一顿再说 可方济帆这一句 闻名已久 似乎话里有话呀 朱后赵冷笑连连 什么闻名已久啊 你是怕挨揍吧 可他哪里知道 方济帆心里却是偷笑 拍子朱后赵 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而已 明武宗朱后赵嘛 我在读书馆里 早就将你研究透了 他一本正经 一脸敬仰的样子 卑下确实对殿下 惊仰万分啊 殿下是非常人 卑下一直知道 殿下的拳脚厉害 腹中有雄兵百万 韬略过人 还不止如此 还善骑射之术 卑下便揽古今 古往今来 出过多少太子 可有哪一位 记得上太子殿下的一半呢 其实卑下略懂一些 官人之术 朱后赵本来兴师问罪 心中堵着一口恶气 可现在一听 脸色竟微微缓和了一些 这家伙竟知道 自己向侍卫们学过一些拳脚 竟还知道我精通骑射 更知道我精通兵法 要知道 对于朝廷而言 太子殿下有这爱好 其实并不是什么光彩事情 而朱后赵也被严令 不得不误正业 所以知道这些事的人 可谓是凤毛麟角 可方济帆知道啊 方济帆不但知道 朱后赵这个奇葩 喜欢骑射 在历史上 这位皇太子登基者 还封了自己做将军 隔三差五 偷偷跑去关外 要做将军 指挥军队打仗的 可对朱后赵而言 却是另一回事了 这么秘密的事情 方济帆竟也知道 难道这家伙 当真关注这本宫吗 也当真是对本宫 敬仰万分 朱后赵眯着眼 思思打量着方济帆 关人 关什么人呢 方济帆定了定神 好整以侠地说 殿下乃无曲下凡 将来势必要横扫大漠 使胡人不敢南下木马呀 横扫大漠 朱后赵心中又是微微一愣 不得不说 方济帆的这一句话 直中了朱后赵的心事 朱后赵在东宫里 偷偷学习奇舍 是像胡人一般喝羊奶 学他们一样吃羊肉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能够亲自带着军队 效仿自己祖先文皇帝一样 横扫关外的胡人 而方济帆的话 说到了他的心坎里 竟觉得很舒服 他脸上又缓和了许多 这你也看得出 方济帆拍了拍胸膛 北下对殿下慕名已久 也早就想追随殿下 有朝一日横扫八荒 怎么会看不出呢 朱后赵毕竟是少年 虽然气还没消 可现在好奇心 却占据他的心 他眯着眼说 这么说 你也懂兵略 方济帆笑了 惭愧惭愧 略懂一些 当然比不得殿下的 殿下赢我啊 马屁不值几个钱 反正方济帆的人设 早就崩了 全京师的人都知道 他是臭名昭著的败家子 所以方济帆 做点没下线的事情 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 他眯着眼说 殿下 要不我们借一步说话 朱后赵显得狐疑 你想说什么 见方济帆笑得贼贼的 朱后赵背着手 假装自己很有威严 可终究敌不过好奇心 方济帆朝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朱后赵下意识抬腿 他与方济帆一见一后 走进附近花圃里 朱后赵突然想起什么 咬牙切齿地说 方济帆 你这样害本宫 本宫还是气不过 若不揍你 本宫的打不是白挨了 话说到一半 却眼前一花 却看到方济帆 自袖子里轻描淡写 掏出一打厚厚的东西 朱后赵 定睛一看 吓了一跳 就说大明宝钞啊 命额都是五百两 崭心无比 这打打以后 怕是有数百张吧 方济犯笑了 殿下 出自正式见面 小小意思 这些宝钞 大抵也就是 一二十万两吧 不过宝钞不值几个钱 兑还了现银 也不过几万两而已 小小意思 不成敬意 朱后赵 眼睛都吃了 这一出手 便是几万两 真金白银啊 别看朱后赵 是皇太子 可洪志皇帝 对于朱后赵的 阅历银子 管理得极为严格 平时东宫 每月的用度 真正花费在 朱后赵身上的 也不过是 几百两一个月罢了 方济帆 却阔绰无比 朱后赵脸色 竟显得有些僵硬了 给本宫呢 方济帆贼笑道 我这人讲义气 钱财乃身外之物 女人如衣服 意子当头 钱财算什么呀 何况 卑下和殿下 是什么关系啊 瞠目结舌的 朱后赵有些发愣 下也是问 是什么关系 方济帆眉头一挑 果然有钱 可以使鬼推磨 其实他来时 知道肯定躲不过去 心中早就权衡过了 这个时候的皇太子 肯定远不如 登基之后 那般死不要脸 既然太子这小子 还有一点怜恥观 再加上 红治皇帝 历来崇尚简约 在历史上 这位红治皇帝 身体力行 甚至还下旨 让后宫的张皇后织布 来解决 宫里穿衣的问题 一个如此节俭的皇帝 连皇后都在后宫织布 这皇太子 肯定是在经济上 管得死死的呀 所以 用钱砸死他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眼波死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